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1940年上映的《愤怒的葡萄》 在美国中部有一块区域 因为缺少雨水被称为灰碗 在那里,干旱和贫困使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农民家庭 因不可抗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变动而离开家园 并寻找和平安全的另外一个家园的伟大旅程 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 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汤姆搭车回家 离家不远的地方,汤姆遇到了牧师凯西 凯西已不再是牧师 对事情无法肯定就无法传道了 汤姆家是电农,父亲拥有40亩土地 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倒也不缺吃喝 四年前,汤姆在舞厅杀了人 当时汤姆喝醉了 那个人拿刀对着汤姆,被汤姆用铁桥打死 请期是七年,汤姆在监狱表现良好 第四年就被假释了 凯西无处可去,便跟随汤姆一起回家 短短四年时间,汤姆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土地荒废,屋子破落,家人已全部离去 躲在黑暗里的邻居探出头来,认出了汤姆 随着工业的发展,现代机器的使用 传统经济已无法生存下去 当地农民被迫离开 邻居的家也被毁掉了,家人全部离开 但邻居不肯走,他要守着这片土地 和这片土地共生死 虽然他也知道这是徒劳的 汤姆的家人半个月前去了叔叔家 不过在那里也待不久 汤姆叔叔家也要被退到了 叔叔在镇上拿到一张宣传单 上面说,加州有很多工作机会 需要800个采国工人 全家人准备出发去加州 在那里找新家园 汤姆和凯西赶在出发前来到叔叔家 虽然汤姆一直在解释自己是假事 可大家嘴里念叨的仍然是越狱 特别是祖父 祖父骄傲地说 不愧是我乔德家的人 我就知道监狱关不住他 汤姆离开家的时候 妹妹还是个孩子 转眼间一块做妈妈 叔叔变卖家产 买了一辆破酒卡车 锅碗瓢盆 浓袋的都装上车 祖父不肯走 年纪大了的人就是如此 安土中千的观念很难被改变 加上年纪大路途遥远 身体上也是很难吃的小 可大家都走了 留下祖父也活不了几天 最后被灌醉带上车 全家11口人 加上牧师凯西一共12个人 载满沉甸甸希望的卡车就这么上路了 上路没几天 祖父身体真的吃不消 便中途下车 永眠于此 几天之后在一个营地 妹妹的丈夫多才多艺给大家唱歌 一曲唱罢 同营地的人说了一件事 几乎浇灭了全家人的热情 这个人从加州回来 那张宣传单页上写的800个才过工 是不假 但是他们实际需要800个工人 却印发5000张甚至更多的宣传单页 5000个人终作800个工作岗位 到最后别说工资了 就为了一把面粉 一块猪油 都满足不了 妻子孩子饿死之后 男人就离开了那里 男人说的是事实 是对他而言的事实 不管如何 家乡已经被毁掉 回忆是毁不去了 只能继续上路 在一个加油站的商店里 爷爷想要买一块面包 祖母没牙 只能吃水泡了的面包 三明治买不起 只能买一小块面包 店员拒绝了 说我们的面包 是做三明治用的 不但卖 店主看出困难 让店员拿面包出来 爷爷说 这么大一块我买不起 我只能买得起一小块 店主说没事 反正是昨天剩下的 家中的两个孩子盯着糖看 爷爷问店员 糖怎么卖的 店员看着孩子想了一下说 一毛钱两块 实际上是五毛钱一块 爷爷带着孩子出去以后 两个卡车司机吃完饭 放下钱就走了 没让店员找钱 进入加州界内 穿行过沙漠的时候 车上的气氛显得沉重 祖母长途劳累 身体吃不消 不停地说要去找祖父 妹妹的丈夫也说 后悔来加州 憋了一肚子气 第二天出了沙漠 能看到果园了 男人和孩子们下车远跳 妈妈看着绿草如荫的果园 告诉汤姆 真好 祖母可以葬在这么漂亮的地方 加油站的警察告诉汤姆 一直往前开 去留民安置营 不准半路停下 所谓的留民安置营 就是贫民窟 脏乱 破败 这些人也都是看着宣传单页来到这里 怀着美好的憧憬来到这里 小孩子饿得不行 看到汤姆家吃饭都围了过来 妈妈心善 自己一家人三餐都不寄 还是留了些饭出来给这些孩子 凯西走到一边 没有吃饭 果园承包商来找工人 但不说工钱多少 一直说不一定 有经验的工人告诉大家 他只要一千个人 但是招五千个 你饿着肚子去了 再少的钱也得接受 承包商带着警察 准备带走这个刺头 刺头撒腿就跑 警察乱开枪 打正了无辜的人 凯西和汤姆打晕了警察 凯西让汤姆离开 毕竟还在假时期 碰上这事就更说不清了 凯西就这么被警察带走 汤姆从树林里听到 晚上有人要烧掉留民安置营 带着全家装车上路 妹妹的丈夫走了 她看不到希望 不能再继续待在这里 半路换胎的时候 路过一个好心人告诉汤姆一家 只走不远就有果园 那边活多的事 到那里就说史先生介绍了就行 汤姆按照史先生介绍的路 来到果园附近 这里有很多警察维护治安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汤姆一家最终住进了63号房 工资是五分钱一桶水果 全家人干了一整天 赚了一块钱 这么多天第一次吃上肉 汤姆没吃饱 妈妈说果园内部的商店很贵 外面也没有商店 一块钱只能买到这么多东西 吃完饭 汤姆执意要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 为什么这么多警察围在门口 汤姆在一处河边竟遇到了凯西 凯西跟汤姆说我们在罢工 一开始说的五分钱一桶 后面就会砍一半 连饭都吃不饱了 必须要团结起来抗议 否则只能任人宰割 大家正说话的时候 果园治安找到了这里 凯西被当场打死 汤姆气不过 抡起棍子帮凯西报仇 随后受伤跑掉 汤姆的脸上有伤 很容易就会被认出来 第二天汤姆告诉妈妈 自己必须要离开这里 不能连累大家 妈妈挽留汤姆 不要走 留下帮我 果如凯西说的那样 五分钱已经被压到了两点五分钱 晚上全家人装车离开 汤姆被藏在车厢盖板下躲过了检查 连日奔波劳苦 让一家人疲惫不已 直到来到这个营地 负责人告诉妈妈 这里有洗手间 浴室 洗衣房 自来水 没有警察 这里的人自己管理自己 没有允许警察是不能进来的 大家都听呆了 以为见到了外星人 汤姆感慨 妈妈一定非常喜欢这里 她已经很久没有受到尊重的待遇了 家中的孩子 第一次见到白的亮眼的洗手间 像画出来的一样 一拍拍 整整齐齐 有重规执照的果园承包商告诉汤姆 你们是住在游舞会的那个安置营对吧 下个星期六要注意 警察盯了那个安置营很久了 他们会知道打架时间 警长总在外面 到时候 以这个借口 接管安置营 自治委员会注意到几个看起来战然精英的男人 问候大家 盯好这几个人 千万不要上对方的当 他们会故意制造冲突 而我们需要让他们安静 汤姆要求妈妈跳舞 妈妈幸福地笑着 眼角有热泪 到了闹市的时候 几个人开始制造麻烦 被提前安排好的人 捂住嘴巴拖了下去 警长拿着枪要冲进去 说有暴动 看着里面一片和谐气氛 只好兴兴离开 晚上 大家都睡着了 有警察抄下汤姆的车牌 估计是果园的事 汤姆必须连眼离开 否则脱离大家 妈妈有一万个不舍 但她也不能留住汤姆了 汤姆一直在想凯西说的话 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那些懒惰的富人 一个人可能有几万亩地 而重千上万的农民 却要饿死 安德广沙千万间 大比天下寒事 巨欢言 妈妈问 去哪里能找到你 汤姆说 哪里有穷人 为吃饱饭而抗重 哪里就有我 哪里有警察 殴打穷人 哪里就有我 我将在孩子们 闻到晚饭香而欢笑的时候 我将在人们 能够享用自己食物的时候 我将在住进 靠双手建造的家中室 人家人再次上路 有个果园 有20天的采摘期 不想浪费任何一天 妈妈说 有些时刻 我们确实被打倒了 觉得一切都不如意 所有人都是坏蛋 汤姆爸爸说 你是家里的支柱 我没用 妈妈说 男人的生活是跳游似的 一会儿高兴地跳起来 一会儿伤心地掉下去 但女人的生活像吸水 小的起伏不断 但水从不会断流 富人很快会灭绝 富家子弟也不会长久 但我们永不会灭绝 我们是人民 消灭不了 打败不了 因为我们是人民 尾巴 达尔文表示 生存竞争 有时被误解为 不同种类间的竞争 实际上 达尔文所说的竞争 和竞争所引起的进化 存在于近亲之间 使一个物种消失 或转变成 另一个种类的因素 是有益的发明 这种发明 在遗传性突变的赌博中 会偶然落到同类分子中的一个或几个上 这些幸运者的后代 逐渐超越其他分子 一直到这些特殊种类 只包括那些拥有新发明的个体 相对于同类境中 高等脊椎动物的群居生活 进化出阶级次序 在这种次序下 社会中每个个体 明白哪个比较强 哪个比较弱 如此 既可以离开弱者 和使弱者屈服 艾伯是第一个观察家庭中 阶级次序的人 也是第一个使用着实次序此名词的人 那么这个次序 对于同类物种有什么意义呢 劳伦兹的回答是 首先可以抑制群内的攻击 次之可以导致保护弱小 既然个体之间 永远存在紧张状态 所以社会上动物 都是社会地位的追求者 以上引述子阿虫 常识与通识 阿虫引述的奥地利生物学家 劳伦兹还论述了 同类相中最正好的作用 是为了公平分配存活领域 美国的反托拉斯法 就是要限制大财团 占领过大的领域 使初期弱小者不能发展 公平分配存活领域 高脊椎等5的群居生活 进化出的阶级次序 抑制群内攻击 保护弱小 追求社会地位 为了基因的进化 而优懂传递 如果认可以上 类比到人类社会 可以得到以下 贫富差距不会消失 但差距本身要适度 追求社会地位 是本能驱使 人类的各种斗中 是为了筛选出幽懂基因 为了物种的幽懂传递 人类的社会行为 不仅仅是由理性 和文化传统决定 还要顺从 本能行为的一切法则 汤姆听到安置营里 有自来水 有卫生间 有舞会 他就露出笑容 他说 第一次感受到 被当作一个人一样尊重 哪里有穷人 为吃饱饭而抗争 哪里就为我 哪里有警察殴打情人 哪里就为我 我将在孩子们 闻到晚饭向而欢笑的时候 我将在住进一库 双手建造的家政史 一串串愤怒的葡萄 一句句愤怒的呐喊 并无一丝一毫 对社会的奢求 只是想要 活着的权利被尊重